两万亿大减税来了 房产税啥时候收 今天李总理向两会代表汇报了政府工作报告 其中备受关注的是2019年政府工作任务 而我今天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其中的两点 一 将制造业等行业限行16%的税率降至13% 将交通运输业 建筑业等行业限行10%的税率降至9% 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 各地可降至16% 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 二 健全地方税体系稳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 实体经济的企业家们则只会关注减税等政策 房地产商和购房者只会关注房住不炒和房产税等政策 大家只关注涉及自身的领域 但是就像两条相交的直线可以形成一个平面 如果将一些政策交织起来 则可以从更高的维度之上考虑问题 并探寻未来的走向 减税降费和房地产税 千呼万唤使出来 流传很久的减税消息今天终于得到官宣了 总理表示 2019年将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 其中减税重点提到制造业的增值税 从16%降到13% 减税力度空前 政府这次是认真了 另外从绝对值来看 虽然2万亿的减税比08年的4万亿的放水小 但是实际起到的效果却更深远和广泛 且减税的负面效果相对于放水来讲也小很多 然而在目前分税制的分成之下 国家对于实体经济的大规模减税 会大幅降低到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而减税带来的经济刺激效应 却无法短期内为政府带来税收的增加 而且随着房住不炒 和坚决卸置防治上涨的政策坚定推行 全国房地产销售增速放缓 这也使得地方政府过分依赖的土地出让金 和相关税收大幅下滑 例如合泽等城市解限售 如果我把实体经济和房地产 这两个地方政府税收最大的来源领域 拼合在一起就会发现 随着政策的逐步落地 2019年开始 全国所有的地方政府 都会面临财政收入锐减的剧痛 因此在2019年 各地政府手头自主调配的基金支持下 很多开支还可以勉强支撑 而进入2020年 当这些地方政府自主调配的基金 也没有余粮之际 会发生什么呢 之前如房地产税等代表的 硬骨头 到了那个时候 也将不会那么难看 房产税怎么收 中国现在城镇居民 住房自有率约70% 大部分人已经成了有房阶层 在这次会议中 房地产的话题 趋居于城镇化章节 而不是单例 显然它的民生化色彩更浓厚了 所以现在要搞房地产税 反对者不只是拥有 几十套住房的这些人 而是城市居民中间的绝大多数人 他们都会受房地产税政策的影响 他们会同意吗 依据香港的经验 房地产税政策最大的阻力来源 并不是拥有多套住房的人 他们虽然也会坚决反对 但总的能量较小 最大的阻力 其实源于大多数拥有 少量房产的中产阶级 有没有办法能把这些人 跟拥有多套房产的人区分开来呢 我认为还是有的 就是所有房产必须都纳税 没有例外 政策一旦太过复杂 基本上就无法执行 没有效果了 所以不能去搞人均免税面积 首套房不纳税之类的 这会把征收房产税 无限复杂化 使得政策根本没有可执行性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统一征税 所有的房子都一样 当然征税比例可以很低 比如每年百分之零点几 而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可以用所得税抵扣的办法 和少数拥有多套房的人区分开来 比如工薪阶层交了房地产税 就可以进行所得税的抵扣 使老百姓的总税务负担不增加